温尼和导弹骑士 有一天,女巫温尼和她的大黑猫威尔伯正在飞越一座高山 温尼低头一看,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城堡 威尔伯,那有座漂亮的城堡 温尼说,我们下去瞧瞧吧 可当他们俯冲下去后,却发现那儿早已是一片废墟 糟糕的飞天扫帚啊,温尼说,我们来迟了几百年 这时,温尼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她挥动魔法棒,大喊一声 阿布拉卡大布拉 面前的城堡一下子恢复了往日的繁华 咯吱吱吱,哄咯,哄咯 沪尘河上的吊桥缓缓降落 国王和王后缓缓走过 他们身后采集飘扬 跟着许多美丽的侍女 还有身穿闪亮盔甲的骑士 温尼和沃尔博降落在高高的瞭望塔顶 哦,温尼感叹道 今天一定会有特殊的比赛 我们也去凑凑热闹吧 不过我们得先穿得像模像样 温尼挥动她的魔法棒,大喊一声 阿布拉卡大布拉 温尼一下子穿上了侍女的衣服 她看起来跟那些侍女一样美丽 而温尔博变成了一个 穿着闪亮盔甲的小骑士 为了以防万一 温尼把她的飞天扫帚藏了起来 又把魔法棒塞进袖子里 然后他们急匆匆的跑去看比赛 第一场是射箭比赛 弓箭手们技艺高超 不过最厉害的是罗德里克爵士 罗德里克爵士人高马大 有张大红脸 还是个大扫门 她的三只剑全部命中靶心 我赢了 她喊道 我是全国最棒的弓箭手 还有一位弓箭手没上场 温尼说 沃尔博爵士可是位了不起的射手 哈哈哈哈 一看到沃尔博爵士 大家都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罗德里克爵士更是狂笑不止 阿布拉卡哒布拉 温尼轻轻地念起了咒语 又挥了挥袖子里的魔法棒 沃尔博爵士的第一只剑射中了靶心 第二只剑射穿了第一只剑 第三只剑射穿了第二只剑 不可思议 难以置信 太惊人了 沃尔博爵士赢了 哇呀呀 罗德里克爵士气得咆哮起来 接下来是马背长矛比武 国王宣布 罗德里克爵士跳上一匹大黑马 他把第一位骑士跳下了马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骑士们纷纷落马 只剩下最后一位 威尔博爵士 温尼把威尔博爵士抱上一匹大白马 抓紧了 威尔博 他轻声说 别担心 我袖子里有魔法棒 威尔博爵士和罗德里克爵士各就各位 他们开始正面交锋 温尼挥动他的手臂 阿布拉卡拉布拉 哇 光荡 喷 罗德里克爵士摔倒在地 威尔博爵士赢了 万岁 胜利属于威尔博爵士 众人高呼 哇呀呀 罗德里克爵士又气得咆哮起来 宴会时间到了 国王宣布 我要邀请威尔博爵士与我共进晚餐 哇呀呀呀 罗德里克爵士咆哮着,他愤怒至极 他冲进宴会大厅,撞翻了汤盆,砸碎了馅饼 一脚踩在果冻上,真是一塌糊涂 哼,温妮说,得给罗德里克爵士一个教训 温妮挥动袖子里的魔法棒,轻声说道 阿布拉卡扎拉 罗德里克爵士开始缩小 他越缩越小,越缩越小 最后,他变得和温尔伯爵士一样大 阿叶叶,罗德里克爵士大叫着 好了,宴会可以开始了 温妮挥动袖子里的魔法棒,轻声说道 阿布拉卡扎拉 盛大的宴会前所未有 今天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国王说 威尔伯爵士,摘下你的头盔吧 我们想看看你的真面目 哦,不行 如果国王发现威尔伯爵士是只猫 他一定会不高兴的 温妮抓起威尔伯,跑上楼梯 跳上他的飞天扫帚,腾空而起 不一会儿,他们就到家了 陈宝游太刺激了 问你说 不过,还是回家的感觉最好 不是吗,威尔伯? 咕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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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 威尔伯回答道 讲完啦 讽美 设大会 讲完啦 text negotiations 看起空 讲完錶 讲完啦 讲完啦 講完啦